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5月11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淑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县内党政的重要人事消息 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悬缺两个多月 今天确定是由前议长宜兰县议员张建荣 接下此重责大任 张建荣今天公开向大家报告这个消息 也期许党内的同仁继续加油打气 再战2018 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悬缺两个多月 党部谁来掌舵 劳议长张建荣获党中央青睐 确定出任县党部主委 今天也向相亲公布这项消息 建议建荣很荣幸 被我们相信的推荐以后 中央也尊重我们最基层的心理声音 所以说建荣继次能担任 宜兰县中国国民党党部 县党部主委 这是几个不可的 非常辛苦 竟然非常的 在我们宜兰县 县长立委 议长什么都没有 从这一期前 我们主席希望建荣来承担这个责任 建荣也很乐意来做机会工作 可是我相信说以前都是空降部队到地方来做主委 我相信我们留意长张建荣主委 在这里他基站他早到早 他也很了解地方的需求 地方民意代表 还是各个阶层他都进色施了 相信说未来2018年的选战 他来做我们的坎坎 我相信比白人苦的苦 苦的苦的苦 我也非常感谢他 在国民党这么辛苦的时候 欢迎站出来 顺利我 我们这里全退 这里来管理社会的东莞 还是从政同志 重新拥抱群众 挽回民众对国民党失去的信心 他对于这个地方的这个情况 他非常地了解 所以有他的这个鼎力来这个 这个局面的话 我相信将来的这个宜兰县的这个 国民党的选情会越来越好 尤其是土生土长的 对于地方的熟悉又非常地熟悉 所以说国民党从会须中 要怎么样一火重生 我们张建荣议长一定会带领我们 康庄大道 我相信这次张建荣议长 可以来 专门国民党议员管理部的主委 用动是我们大家所一直 要来支持和阳望的 所以我相信有在 中正议长的政党就是 起始回升这种的作为 张建荣曾任宜兰市代表会 政府主席 议会政府议长的职务 从政四十多年历练丰富 接下主委一职 首要得整合基层 带领国民党再战2018 建荣议应该是能来 凌迹所有我们的乡亲 应该基站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建荣一定会来一步一脚步 来集中我们所有 党希望我们哪一个地方 大家民意代表 邻居一起来大家团结一次 一定国民党一定会 再团结一次给我们乡亲 共同来做 和党内同源大喊加油 互相打气 如何重振国民党 拓展蓝军在宜兰县的版图 拭目以待 宜兰新闻记者黄厨 他怎么不到 他这里带领我们